今天打扫鸽舍的时候 发现了一羽小鸽子找鸽斗了 就这一羽小观赏鸽 拉克尔 朋友们看到没有 他嘴巴上和那个眼皮上面 都有鸽斗 像这种小鸽子呢 我们要及时的给他隔离 让他离开这个鸽舍 因为他身上有这个鸽斗病毒啊 蚊虫叮咬过他之后 再去顶别的青年鸽 就比如说类似于刚满月的小鸽子啊 他也会受到感染 因为这个鸽斗病毒嘛 蚊虫叮咬过之后 他身上就会携带这种病毒 再去顶别的鸽子 他也会感染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期 怎么样治疗鸽斗 有鸽有不会治疗的朋友 也可以观看视频 记得给优优点赞 先把场地收拾好 把纸铺在这里 防止鸽子拉在床上 我们要准备一把剪刀 还有这个蝙蝠 蝙蝠要准备好 紫药水 我们要给它消毒的知道吧 面签 现在我们就扎鸽子 现在我们就扎鸽子 下线出小鸽子就是这样 哎呀别动 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要用剪刀 给它把这个剪掉 前提我们要给它消毒知道吗 剪刀剪的时候要消毒 还有一种治疗的方法就是 可以用电奥铁 点它这个戈斗阵 点过之后给它烫平就行了 那就是一次给它除根了 如果这个剪刀剪不到位啊 也不容易除根了 它还会在那个地方 继续滋生细菌 其实给小哥的治疗这个东西啊 哎呀挺吓人的 真的 我们要给这个剪刀 也要弄上治疗手 给它跑了 你知道我要剪你吗 不剪这不好啊 我先用固定架 给它固定起来 太小了 鸽子 不一定固定的好 固定一点好一点嘛 最起码它不会乱跑 对吧 头 头 小哥子太小了 妹妹看一下 这个在眼皮上面 一定要注意 不给它剪了 那个 嗯 其实不严重的话啊 不剪也没事 如果女孩子养观赏鸽的话 得了鸽痘 为那个盐酸猫磷瓜片 人用药 也是可以的 剪过之后喂也行的啊 剪过之后啊 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用这个剪刀的尖 在它这个伤口这里啊 剪掉的鸽头这里 中心点的位置 给它用剪刀刮一下 这就是要给它除鸽啊 因为那个都像那个刺一样的 因为它已经痛得不得了了 其实我最不愿意 给鸽子治疗这些东西 我看到会很害怕 给它消毒 这边还有一个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都要给它剪掉 其实你轻轻的一碰它啊 它那个都已经要掉哎呀 对不住对不住哎呀哼 我一看到它一搜我都知道很痛 朋友们看到没有 它都痛得脏嘴 就这个位置 要给它止药水 点浮 消毒液都可以啊 一定要给它消毒哎呀 害怕你 一般的鸽头长到屁股上面 就已经很严重了 甚至都不能活了 到时候就要很细心的去给它治疗 要用剪刀啊 电烙铁 给它慢慢的烫 最好喂一点 人用药就刚才我说的 盐酸猫磷瓜片 这个还是解读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悠悠做的对不对 还请朋友们 给指点 说出你治疗歌斗更好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